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天,仙石突然崩裂,化作一只石猴 俺老孙来了,我天不怕地不怕将来会是个大英雄 石猴出世后,每天在山中走走跳跳 吃草木,喝泉水,采山花,摘野果,与动物为友 就这样,幸福的日子过了好多年 有一天,石猴和猴友们去山剑中洗澡 众猴见见水奔流不息 突然想去寻找见水的源头 他们顺着山剑往上爬 爬到源头,发现一道瀑布 这道瀑布像副水晶帘子一样挂在悬崖峭壁上 哇,这水可真大呀,好水好水 谁有本事钻进去,出得来,我们就拜他为王 说话算话,我去我去,但是你们要拜我为王 好,一个石猴,只见他总身一跃 便跳入了瀑布当中 等他睁眼一看,里面竟没有一点水 却是一个山洞 洞口有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 花果山伏地,水帘洞洞天 其中还点缀着一些梅花翠竹和青棕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温馨的家一样 石猴开心坏了 急忙转身跳出瀑布 他对众猴说 这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座家的 你们快快随我进去看看吧 这可是我们安家的好去处 众猴听了,个个欢喜 随着石猴穿过瀑布,跳进石洞 石猴坐到最高处 大声说 各位,你们可要手把算数 刚才你们说,谁有本事 进得来,出得去就拜他为王 如今,我给你们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为何不拜我为王呢 猴子们听了,李克跪在地上 几乎千岁大望 从此 石猴高登王位 自称美猴王 每日拎着他的猴官们 招游花果山 木宿水连洞 日子过得好快活呀 就这样 三五百年过去了 一天 美猴王和众猴开怀乘饮 突然难过了起来 唉,我们此时虽快活自在 将来年老体衰总要死亡 到时候还得受阎王管制 实在是太遗憾了 大王不必烦恼 如今,物充之内 佛祖,仙人,神圣 这三种人不受阎王管制 可以长生不老 猴王听了,转忧为喜 我明天就下山去寻找佛祖身先 学习长生不老的本领 第二天 猴王独自撑着木筏 向大海中飘去 一天 猴王到了西海 上岸寻访 只看见高高的山上白云飘 树木丛生 漂亮极了 忽然 听见树林深处 有人唱歌 猴王顺着声音找去 发现是个侨夫 在边砍柴边唱歌 山风出 飞仙记到 静坐奖黄亭 老神仙 弟子有礼了 我不是神仙 这歌是一位神仙教我唱的 哦 那神仙到底住在哪儿呢 这个山叫做灵台方寸山 山中有一个斜月三星洞 这洞中就有一位神仙 称为虚菩提祖师 猴王按照侨夫的指引找路 果然看见了 弦跃三星洞 菩提祖师念着猴子 心成至尖 又是一个天地生成的石猴 便收了猴王做徒弟 取法名号为孙悟空 他每天和众师兄一起讲经论道 闲下来就养花修术 不知不觉过了六七年 悟空就是在这里学到了一身的本领 腾云驾雾 喜时二变 一天就可以游遍四海 逛遍全球 一个跟斗 就可以翻个十万八千里呢 他的同学们都好羡慕他 转眼春气下来 悟空和众师兄在树下闲谈 众师兄问 悟空 师父传你的旗帜班变卦 你学的怎么样了 要不变棵树 让我们师兄们开开眼呀 咪咪咪咪咪咪 变好了 哈哈 好好好好 他们的喧闹声惊动了祖师 祖师出门贺问 悟空 这个功夫 怎么能在人间卖弄 我今儿个不罚你 你从哪儿来 回哪儿去吧 悟空见祖师心意已决 只好拜别众师兄 辞别众人 悟空架起金斗云 往东回花果山去了 大王 大王 你可回来了 大王 你可回来了 我虽然学了很多本领 却没有一件好的兵器 听说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俺老孙要去那老龙王那里 借一件成熟的兵器 悟空跳到桥头 使出避水法 念了口诀 扑通一声 跳进了水中 这龙王 这龙王见到孙悟空 不好推辞 对悟空说 上线 我的海里 藏着一块 定海神针 这可是大雨治水时 测定大海深浅的宝物 上线如果能拿得动 就送你这件做兵器吧 悟空就上前一看 原来是一根铁柱子 可是太粗太长了 要是能够再细些就好了 再细些 再细些 悟空十分欢喜 把宝贝拿起来一看 刻着一行字 如意金箍棒 重一万三千五百斤 悟空得到了他称心如意的武器 还不忘记和龙王 吊了一身华丽的战斧 悟空开心地拿着金箍棒 回到了花果山 可是这花果山 却和往常不太一样 悟空一看 这怎么还有个孙悟空 坐在石台上 和他竟然长得一模一样 悟空大怒 你是何方雕魔 竟敢变做我老孙的模样 把着我的子孙和洞服 我打 他们从洞内打到洞外 一会儿又在半空中打斗 真是不分上下呢 没办法 最后只好让他们去天庭分辨了 两个悟空腾云驾雾且行且斗 直达到西天大雷音宝寺之外 众神见他们声音说话都一样 无法分辨 佛祖 佛祖笑了 他说道 我看这假悟空不是五仙 也并非五重 而是死猴中的六尔弥猴 假悟空见佛祖说出了他的本相 胆战心惊 跳起来就要逃走 他练作了一只蜜蜂往上飞去 佛祖将金钵鱼抛过去 正好盖住了那蜜蜂 众神上去揭开钵鱼一看 果然是个六尔弥猴 悟空忍不住 上去一棒就把他打晕了 之后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孙悟空找到了一个师父和三个可爱的小伙伴 一起去求学取经 宣传佛法 变成了勇猛的斗战圣佛